上次的劇化故事講到 加皮羅為國大王靜泛王 員工患病 病中非常掛戀兒子佛陀 佛陀在這個時候 由遠度趕來為大王示築 並且為他解說佛理 大王安祥逝世 佛陀為他抬起鄰舊以槍孝道 今次的劇化故事 是講太妃波歇波堤夫人舞蹈 率領五百貴族女子為彼優妮 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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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贖點蓮子巾 已經攤凍了 剛剛吃了 好啊 你好像有點心事 是嗎 是 黃色 這兩日 我都在想一件事 真的到了決定關頭 我可不可以知道是甚麼事 可以 黃色 我很想跟你談一件事 我想了很久了 決定就只是這兩日 是甚麼事太妃 自從我們大王去世之後 我一直都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 我在皇宮的責任已經結束了 太妃 那又怎麼樣 我很想跟隨佛陀學到 跟隨佛陀學到 嗯 太妃 我們是女子 佛陀宗團 只有男眾 沒有女眾 是 我也知道 但是女子都是眾生 既然眾生都具有佛性 那為甚麼不可以學到呢 嗯 至於說爭團裡頭沒有女眾 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的 我們女眾 可以另外找一個地方住的 太妃 你好有智慧 不過 我就未曾有你的想法 不要緊 我們有幾百個貴族女子 經常集會 研究佛教道理 關於因果輪迴問題 我們都很明白 但是 我們都很想更精進 所以參加爭團就最好了 嗯 那何時進行 我想過兩天 等天氣好些 又等這件衣服做好了 那我就去見佛陀的了 你遲下發心就算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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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做什麼 這雙很樸素 但是樣子就好像是貴族 啊 是啊 看來有四五百人 但是很安靜地坐在那裡 好像在等人一樣 咦 有兩個人走過來 啊 好熟口面 啊 啊 是 兩位專者 又來 善知識 又來 善知識 請問你來精舍道 有什麼貴幹 專者 我想見佛陀送兩件衣服供養他 啊 好 多謝你 讓我交給佛陀了好嗎 好 麻煩你 不過我想親自見一下他 啊 啊 啊 柯蘭專者 佛陀很少接見女子的 不知道他見不見這位女子 我想他會見的 這位是佛陀的義母來的 啊 那好吧 請你進來大廳等下 佛陀剛剛講完道 好 多謝你 啊 佛陀 有一位自稱是佛陀義母的女子要求見 啊 是不是讓他進來呢 哦 讓我出去迎接他 佛陀 小疾病 小煩惱 眾生已到 母妃 多謝你 你好嗎 好 這麼遠來有什麼事呢 佛陀 佛陀 我來 是希望你慈悲答應我一件事 准許我們女子受巨足界 在爭團學道 呃 母妃 書我拒絕你的請求 哦 為什麼你拒絕我呢 因為學佛 奉行佛法 在家修行一樣可以成道 不是必定要參加爭團的 佛陀 我們是誠心誠意來請求你的 我的責任 事務 和財富 已經交代得很清楚 也都做到妥當了 現在無牽無掛的了 請你接受我的請求 母妃 我已經告訴你 女子應該在家修行 無須受巨足界 佛陀 請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不要拒絕我們 我和其他五百個貴族女子 都立即要修學佛道 佛陀 你答應我們 母妃 雖然你再三懇求 但是我仍然堅持我的原則 在家修行都是一樣功德 你無謂再求 你真是拒絕 是 佛陀 佛陀 真是累 不妃師 這一陣子真的多少功夫 是啊 柯蘭師 我都很累 佛陀搬來拿摩提見里精舍 条路挺远的 你看一下 上次曾经来过那帮女子 她们来着 是呀 她们都转了头发 穿着姿衣素服 很疲倦的 问一下她们干什么 正在走来了 那个上次曾经来过的 是佛陀的姨母来的 阿难知者 五安 太妃 你们干什么 没有疏计 没有婴乐 又没有花慢装饰 姿衣素服 还剪了头发 为什么 专者 我们决心学道 大家一致行动 剪了头发 穿了姿衣素服 请佛陀准许我们参加 真团学道 所以我们就来了 佛陀不赞成你们出家的 上次你们已经被她拒绝了 是 但是我们已经立定主意 佛陀不答应 我们都不回王公住了 那样 好 我和你通传一声 谢谢专家 佛陀 是否则很容易有不良后果 你说五百人多 亦或无量众生多 我要固存大体 佛陀 修杂佛法 都有男女的差别的吗 众生平等 差别当然没有 但是就有界限 你以为我鄙视女子吗 不是 我在奇缘征舍那时 末利夫人 和她的爱女 姓万夫人 都得到我的指导 她们收集佛法 妙为同女 只不过八岁 也都受到我的教导 其余无数的女子 都一样研究我的开示 可见我没有疏忽女子 也都没有鄙视女子 我是一视同仁的 佛陀 我不是误会你鄙视 不过 我希望你接受 波歇波提夫人的请求 她们可以在家里 做在家居士 收集佛理 奉行戒律 潜定 智慧的方法 一样功德 但是 她们以为参加争团之后 受到严肃的戒条 会加强防范身体心灵的过失 所以希望参加争团 佛陀 你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是 我有顾虑 女子加入争团 就好比有其他种子 侵入和田 在种子生长来说 一样会抽脂 发业 开花 结实 恩恩向荣 是呀 那就好 众生平等 但是外人看起来 就不是这样 他们只会见到 有杂草之慢 佛陀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怕受到 社会人士的怪责 没错 佛陀 大家都有戒律防身 应该结身自爱 不会犯戒的 佛陀 你准他们呢 如果你不答应准许 女子出家学道的 那不止波瑟波提夫人 失望 伤心 还会令天下后世的女子 都绝望 自卑 这是很悲惨 佛陀 你答应 你开声 你为天下后世的女子 开一条生路 准他们出家 修学佛法 这是很鼓励他们 佛陀 你答应 波瑟波提夫人 由你做婴儿的时候 就抚养照料你成人 现在连他你都拒绝 那报恩两个字 又怎样自缘其算呢 安娜 你起床 佛陀 你答应 未 你带他们进来先 好 我去 太妃 太妃 尊者 我在这儿 怎样 怎样 未知怎样 不过有点声气 你进来 只是你 谢谢 佛陀 小疾病 小烦恼 众生意道 母妃 多谢你 你来 为什么 佛陀 我和五百个女子商量过 大家都坚心一致 决定出家学道 请佛陀慈悲 踏运 你们这么快就穿了袈裟素服 虚脱了花慢 那做什么 我和他们 立志修学佛法 预备离家学道 请佛陀 踏运 学道要修苦行 你们习惯了 生活上的清淡 是没有相关的 还要谦卑 勤劲 忍辱 和你们以往的生活 完全不同的 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 很明白 也都很愿意遵守 决不退转 决不后悔 做一个佛教徒 是应该守规矩 做比优 更加应该奉行 很多戒律 弟子知道 做比优 一定要专师重道 恭敬比优 大德 接受他们批评 指导 有过失的时候 要向大众发怒 忏悔 弟子接受教导 为了养成比优 尼的忍让 谦厚 比优 尼应该向比优 大德 恭敬鼎礼 成事合掌 弟子接受教导 除此之外 比优 尼还要遵守 八径法 弟子接受教导 归于三保 信寿奉行 弟子接受教导 尽迎受 终生受罪 好了 那你们独自 成为一个僧团 另外居住 在其他正社 清静过活 不要犯戒 如果有所违犯 你们自己 固然失去戒行 就连佛法 也都受到影响 戒律 就好像农夫触堤 预防水患 我不想你们加入真团 亦是恐防佛教变成逐流 你明白吗 弟子明白 我们法世遵守 忠心不限 好 我准许你们受据触戒 你是第一个比优 名叫做大爱道 多谢佛陀 恭喜大爱道比优 开服 来吧 开服 重